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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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物学家他们在研究古人的化石发现古代人牙齿的化石都很完整 也就是古代人好像没有什么蛀牙这件事情 对 因为他们吃的东西都比较天然嘛 所以口腔的生态都不会被破坏掉 是这样吗 是的 以前没有牙膏牙刷啊 对 所以以前我想他们应该没有在刷牙 就是古代人没有在刷牙 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蛀牙 对 所以我觉得那这样想的话应该就是跟摄取食物的关系 对不对 摄取食物 然后还有包含我们现在人的生活压力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会生病 会吃药等等的 都会影响他的口腔的一个生态 他的平衡 所以呢 有关于刷牙这件事情 不要 我们可能要跳脱以前的想法 就是我们也会跟小孩这样讲 你要刷干净啊 你要把里面的东西刷干净 其实刷牙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把牙齿上的脏东西刷干净 它是关系到整个口腔的生态 对不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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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我们平常用的东西啊 包含像吃饮食来说 我们吃了很多的加工品 添加了很多的化学成分 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这样子 好 那就来看看 刚刚讲到蛀牙率嘛 现小孩蛀牙率到底有多高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很悲惨耶 他大概六岁以上 现在根据卫生部的统计啊 已经高达百分之八十了 百分之八十六岁的小朋友 也就是上国小前 基本上十个里面 有八个小朋友是注牙的 天哪 那我儿子没有注牙 我女儿在上小学前也都没有注牙 我女儿到现在还是没有注牙 很厉害 不容易喔 不容易 我觉得就是 对啦 但儿子比较难控制 所以儿子可能以后的状况 会没有那么好 所以那哪一些是容易导致注牙的行为 基本上其实有很多的观念 比如说他们有些小朋友可能 一吃完东西就跑去睡觉了 对不对 或者说早上起床 爸爸妈妈都说 赶快去刷牙再出来吃早餐 那这样子的 先来刷牙再去吃早餐 那这样子的刷牙其实就是无效的 因为刷完牙了又吃早餐 那不就又进去了吗 对不对 所以其实刷牙的习惯 包含是我们应该要在吃完东西之后刷牙 而不是在起床睡前刷牙 像这样子的习惯如果有调整的话 都会有很好的改善 我觉得这点真的是我认为最困难的一点 比如说现在很难有办法在家里吃完早餐再出门 对对对 你们是在家里吃完早餐才出门的举手 我们都在家里直接穿好衣服出门 在车上吃早餐 那你有办 那你就会到公司再刷牙吗 我们像小朋友在车上吃完之后 就在车上刷牙了 因为你们家可以干刷 对对对 我们就直接在车上就刷了 对齁 所以干刷的除了它 等一下我们会讲 一般我们在刷牙都会想说 牙膏要沾水刷了 然后才会有泡泡啊对不对 对 可是他们家就是说要干刷 对 那干刷当然有干刷的好处等一下讲 但是现在想到干刷的最大好处就是它好方便喔 对啊超方便的 而且因为 等一下那刷完的东西就吞下去啊 对我女儿就把它吃掉了 因为它里面都是食品级的成分啊 对 所以吞下去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啊 所以你说什么那个习惯就是吃完 确实我们每天早上都刷完牙才去吃 反正吃完饭之后 吃完早上之后到底有没有刷牙 在学校不可能嘛 通常不会有那个时间 上班就还可以 因为反正到公司 你还可以刷一下牙 然后中午吃完饭也可以刷 但是小朋友很难 可是现在学校都会叫小朋友中央刷牙 现在有一些学校 那个好像是像以台北市来说 卫生局他们有那种学童的 那个取齿的预防补助计划 就是会有含浮漱口水 我不知道含浮漱口水是每天漱 还是一个礼拜漱一次 没有它一个礼拜才漱一次 对一个礼拜漱一次嘛 那其实是希望说你的口腔里面有浮 补充一下 在那个法王子上 对所以这还蛮不错耶 那假设给小孩带一条 硬特力镜的牙膏 自己办一个小牙刷放在那个小盒子里面嘛 有小盒子嘛 小盒子里面那他自己吃完饭之后就干刷 然后把它吞下去也不会怎么样 对啊 事实上是真的是一个蛮好的 蛮好的牙齿保健的一个方式 因为其实像在之前疫情的时候 不是小朋友刷完牙就 一样脱了口罩 然后去漱口 去洗手台漱口嘛 它就是一个传播的开始 因为小朋友不会那么乖嘛 他一定会在那边玩玩玩玩玩 然后就喷来喷去喷来喷去 就传播的很严重 那像我们的小朋友 我都跟我女儿讲说 你就坐在位置上刷 刷完就喝口水就好了 就非常的方便 然后反正他们都有隔板啊 所以防疫都做得非常好 这样 好 那我们就先来讲 干刷这件事情 这真的是你们蛮特别的 租大的一个项目 先讲为什么可以干刷 第一个呢 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含发泡剂 因为发泡剂不能吃嘛 所以它不需要水的带动 来让它起泡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是因为我们的酵素本身啊 它需要跟我们的唾液结合 如果它有水的加入的话 它反而会去影响它跟脱衣结合的速度 它结合了之后才能去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如果没有沾水 没有先漱口 直接干刷的话 它的效果反而会比你沾的水还要好 现在酵素大家都常听到啊 不管是吃的啦 用的啦 酵素加在 就是以酵素为主的牙膏 到底为什么可以预防取齿 我们的酵素跟一般我们听到的喝的酵素 植物发酵的酵素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微生物 而这些微生物 它本来就在我们的口腔里面 它本来就存在 那为什么还要再添加回来 是因为我们现在人生活压力大 吃的用的都跟以前人不一样嘛 所以呢我们就用补充的概念 就像保养品补充回来的概念 然后让它回到一个生态的平衡的状态 然后这样子的话能够激活我们原本唾液 它就应该要有的功效 所以你的意思是唾液本来就可以保护我们的牙齿 没错唾液本身它就可以杀菌 可以分解 淀粉 残渣 或者是再钙化法兰匙 就像我们常常有些时候会去美白 对 它其实对于法兰匙会有些伤害嘛 那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 好像变得比较黄了 好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 今天礼拜二的一同过生活 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样可以改善 我们口腔里面的环境 让大家的取齿问题 或是其他的口腔 口腔问题不是只有蛀牙而已 很多 对 小朋友是你比较担心蛀牙 那大人其实除了蛀牙之外 还有进而牙周的问题 这些其实在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个酵素 让我们的口腔环境变比较健康 都会有连带改善 都会有啊像有很多在做牙周治疗的朋友 他们的话可能是跟去牙医师那边做完之后 其实他会需要比较长的修复期间 才可以再进行下一段治疗 这段过程当中如果是用我们的话 他就可以加速他的修复 对我们其实也跟牙医师是好朋友 很多牙医师都在帮我们做推荐 好 那我们就来看齁 你们的比较几个特别 我们继续讲刚刚的酵素 因为刚刚有讲到这个酵素 其实是改善整个环境 让我们的唾液能够更健康的 对 就是他的生涯变平衡变健康之后 他就可以去发挥他原本该有的功效这样子 包含就是再修复法郎值啊这些的 都是可以的分解芽菌斑啊或者是牙结石这些 本身我们的唾液他就 有这样的能力 没错 所以酵素这种酵素的添加是 是因为我们原本假设好我先讲 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生活的习惯 或是饮食的习惯等等 会让我们的唾液减少什么呢 还是说减少唾液的量 还是唾液里面少了什么东西 都会他的值跟他的量都会变差变少 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 又或者是我们的作息饮食 不正常或者是摄取的营养不够完整的话 其实都会变 他其实天天都会变动的 对那因为我们长期可能还会有一些 用药啊等等的 或者是用一些产品 本身他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化学成分 会破坏他里面的生态 自己本身就杀菌 那种99.99%的没有 就是会把它全部杀光光 那就变成是身体要不断不断的 再去分泌出这些好的菌 这样 好那另外一个除了这个酵素 是你们的主打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 你们采用的是干刷 对 对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干刷它有一个好处嘛 就是很方便嘛 比如说小朋友在车上就可以刷 在学校也可以刷 因为刷完之后他就直接吞下去 对那干刷最重要 为什么你们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干刷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 让我们的酵素有效的去分解 口腔当中需要被分解这些 甜食啊或者是牙菌斑啊或细菌啊等等的 所以如果说水分来干扰的话 就会影响它的效果 所以希望它浓度高一点 理论上可以这样理解 没错没错 但吞下去真的没问题吗 没问题啊它本来你天天都在吞口水嘛 它本来就在口水里面就有的东西啊 就说这个 不是那你里面没有加别的东西吗 我们的其他成分的话都是 就是采取一般添加在食品里面的成分 所以它都是食品级的成分 那一般的牙膏 我刷完之后我把它吞下去 不太建议啦 因为一般牙膏还会起泡嘛 就是我们在肚子里面起泡也会是一件好事 那起泡剂 所以你们是没有加起泡剂 没有 没有加起泡剂 很多人会问会不会刷不干净啊 其实泡沫在口腔当中 是不起到任何清洁作用的 它只是一个对消费者一般的感觉 我好像要有泡泡 我才可以干净 可是泡泡 大家应该知道 它是把油带走的 可是口腔里面没有油啊 所以它反而泡泡对于口腔黏膜 才是伤害的 所以有一些朋友 他会说 我很常溃疡欸 然后我们都会先跟他讲说 如果你手边没有我们的牙膏 你还是用你一般牙膏的话 建议你不要再使用有寒发泡剂 刷了会起泡的牙膏 基本上就会有第一步的改善 好 所以干刷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让酵素的浓度更浓 然后不要被水稀释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没有加起泡剂 其实可能更健康更天然 那里面呢除了酵素之外 你们所有含的成分 另外添加成分也都是食品级的成分 所以吃下去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虽然感受上要把牙膏吃下去 还是有点怪怪的感觉 我跟你说小朋友超爱吃的 超爱吃 常常会有妈妈咱们家进来很紧张说 欸我们家小朋友把牙膏整条都吃掉了 要不要抓去洗胃 整条他是直接拿挤到嘴巴里面吗 拿去这边数有没有 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有那种牙膏糖吗 哦 然后就很像那样子 然后挤挤挤挤一直吃这样 是觉得那个味道太好吃了 对因为我们的味道真的很好吃 那你有你给他建议是需要去医院吗 当然不用了就请妈妈先放心 因为我们是食品级的 那因为小朋友很友善 他还分给其他同学吃 那我真的是吓死大家 所以妈妈就很怕她生不出另外一个 陪给另外的家长 我就说妈妈先不要担心 不会有这件事情这样 哎呦但是还是要跟小朋友讲 这个真的不要直接拿来吃 真的真的真的还是要教育一下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小baby也可以用啦 可以啊我跟你说我们有出了一个 礼盒套装 就是这边刚刚童韩姐有讲嘛 可不可以一边玩游戏一边刷牙呢 因为我看到它里面有一个刷牙游戏书耶 对 里面有三条四条牙膏不同的口味对不对 对 这是这是什么圆弧 中和水果味的 好然后葡萄草莓水蜜桃 就换新包装而已嘛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好然后这里面还有一本绘本啊 对绘本啊 对绘本 然后这是我们跟文化大学产学合作 很可爱耶 然后不是说要边玩边刷牙吗 所以我们就在后面 妈妈边讲故事 到后面她刷完了对不对 你就可以给她一个小小的奖励 小贴纸 这边有一个小贴纸可以撕起来 然后就可以贴在我们的提点卡上面 嗯 就是透过这样的游戏的方式 让小朋友觉得说 欸其实好像刷牙没有那么无聊 又可以听故事又可以提点 那妈妈们也可以说 欸设计一个小奖励 你挤满多少点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什么 这样子 所以这本书呢 它这个贴贴纸的游戏就是三十 三十三十天 对 就是说持续三十天 让她养成一个好习惯 所以就搭配这个绘本 那有人问说 吞下去 那口腔的细菌不就也会跟着吃下去吗 对 没错 但是其实我们在口腔里面的细菌 大家想想看 我们就算没有刷牙 它也天天在那啊 它也一样会不会吃下肚子里面去 那经过胃酸啊 其实都是会被消灭掉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太担心 好 那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 就是因为它是小BB也可以用 所以你做成一个这样的 像是礼盒又加一本书 好像是可以从小朋友长第一颗牙就可以用 没错 长第一颗牙 因为六个月左右就开始吃副食品 那个时候 我自己当年我也在想说 到底怎么知道开始刷啊 然后我查了各大网路的消息 都找不到答案 然后后来我们就跟医师们这边讨论 其实从第一颗开始就要清洁了 有啊 我们以前就是拿纱布有没有 用纱布然后去 沾水 沾水去弄它的小牙齿 然后就被咬得半死 对 小牙齿 一直咬 然后还想说 这还好现在牙还没长那么多 然后其实像那个小BB啊 就刚开始长牙 它们会很喜欢磨牙嘛 所以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给小朋友很安全的那种 对 也有一些是做成牙刷状的 其实搞不好也可以 也可以就使用那个 对 那你也可以把牙膏 像这样挤在那个上面 磨牙的那些 就可以了 然后让它在里面玩一玩 然后它其实吃下去是没关系 吃下去就吃下去了 好 那另外来看到的就是 很多大部分的牙膏 因为为了要让口气清新 所以会加薄荷 可是小孩就会觉得很辣 对 没错 那所以基本上 孩子的 孩子的这个儿童牙膏 大部分不会有薄荷 对不对 是大部分都有 是我们家没有 大部分都有吗 所以为什么小朋友会好讨厌刷牙 就是因为 他们都会说辣辣的 只要听到辣辣就是代表它有薄荷 我们家两个小孩小时候用的都没有薄荷 因为他们会说辣就不想刷 对 是 所以后来现在慢慢的就越来越多厂商去改进调整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都用水果的口味 因为小朋友对于水果的喜爱度是比较高的 但是这些水果口味它里面不是糖吗 不是糖 不是糖 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哇 牙膏里面小朋友的牙膏或是小朋友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就是里面为了要让他们接受这个口味 就会那种水果味然后感觉甜甜的 所以很好吃嘛 我们这里面家的是木糖醇跟甜菊 哦 对所以也会甜甜的哦 对 可是不是糖 而且木糖醇本来就是 照顾口腔 照顾口腔的 对对对对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它 它是一个好东西 所以木糖醇跟甜菊 甜菊 所以它并不是糖分 不是糖分 所以家长也不用太担心 对好 那再来就是有人问 有没有大人用的 有啊 有在这里 我们也有大人的 而且我们还有孕妇的 非常特别 为什么要特别针对孕妇出一款 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我们当初真的是为了爱孩子 一直爱到就是妈妈肚子里面的给要爱 但是但是既然你本身就是你出的大人的也是 就是都是天然可以吃下去的 其实妈妈也可以用这个 但是因为孕妇她们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整体的基础不一样嘛 所以她的口腔的分泌状态也是不同的 哦 所以是成分的调整 有调整 然后也另外再添加了叶酸 能帮助她减缓她的孕妇的状况 这样子 哦所以 所以你在这个牙膏 孕妇专用的这个牙膏里面 还加了叶酸 对 还有B6 反正 因为反正要吃下 对 就要吃点好东西吧 这也太好笑了 没有啦 因为其实叶酸对于孕妇这件事情 是可以有帮助缓解的这样子 对 其实妈妈 大家以前都讲嘛 什么那个怀孕 怀孕完之后什么牙齿都坏掉 其实是 其实也是因为激素的关系 对不对 一方面是这个关系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 十个月 其实医生不太敢碰 妈妈的牙齿 对 万一一个紧张 哦就挤出来怎么办 所以 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 你又不敢用药 又不敢治疗 那你就只能任由它恶化 嗯 对 所以其实在孕期过程当中 要特别照顾牙齿 嗯 因为这些口腔的问题 其实会影响胎儿的 嗯 它会经由那些微血管境 细菌会经由微血管境到 宝宝的那个位置 嗯 到胎盘那边去 有人说会不会香料太多 不会啦 刚刚就有讲了 对不对 他们主要加的是木唐春跟甜菊 对对 就还好 那最后来看一下 就是 呃 你们最近还有跟 因为是亲子的东西 嗯 就是 所以还有跟一些 五星饭店做合作 对啊 我们之前有跟墾丁 凯撒 然后还有像福隆的 亲子主题方 嗯 然后还有最近有跟我们的 那个远雄海洋公园的 夜未眠 嗯 的这个活动 我们都有合作 接下来我们跟 未来亲子的野餐日 还有星光电影院 嗯 都有合作一些亲子的活动 这样子 嗯 然后其实我们在现场 都可以拿到这种小牙膏 嗯 然后可以方便出去 嗯 而且啊我们现在如果说 只要买我们 呃 十一月的 呃十一月四号 亲 未来亲子他们有一个 星光电影院的家庭票 羅德达尔 星光电影院家庭票 对 只要买这个电影票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牙膏哦 嗯 对 对我们跟他们有一些 艺业的合作这样子 嗯 对好 所以呃 那个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基本上呃他们家 刚有很多人问说 欸到底到底我们要在哪里可以 其实都有啊 就是在网路上打英特利基 应该都会有 他们在很多的通路跟平台上 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当然在他们的官网也可以 那重点就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几个刷牙的新观念 在呃你们家的商品上面 其实是做了一些革新 没错 那比如说第一个 会让大家最觉得哇 那个耳目一新的想法就是 原来不用沾水 直接干刷 是 第二个就是原来不用吐掉 可以吞下去 嗯 如果今天这两个东西 它都是安全的 而且是成立的 那其实刷牙对我们来说 就变得很简单了 对就变得很简单 因为我们刷牙都一定要找厕所啊 没错 一定要吐掉 找水 那就会变成在呃 有一些客观条件上 需要去克服的事情 在使用你们家的牙膏 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所以像我们也有 跟一些露营地 豪华露营地合作 嗯 对因为他们也是水比较少嘛 嗯 然后也比较自然 然后我们这种的排放 也都会 比较不会破坏环境 嗯对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哦 因为呃 像很多牙膏都会呃 就是专 重点放在它 有没有含浮 嗯 那像呃 我们刚刚讲到 学校有含浮漱口水 嗯 然后还有一些牙医 其实会建议小朋友 可以吃浮钉 嗯嗯 那你们的牙膏 我们是不含浮的牙膏 对 那其实因为佛化物 这个东西 现在你刚刚有提到嘛 牙医都会建议浮钉啊 然后涂浮啊 其实小朋友的佛化物的摄取量 其实足够的 其实足够 所以其实日常来讲的话 其实不一定需要用到 韩佛牙膏 韩佛牙膏 对 其实这样在国外都是这样子 嗯 那有时候天天用 甚至于说你用到很高剂量的时候 嗯 它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现在应该会看到有些小朋友 嗯 它的牙齿上已经开始有白白的斑点 嗯 那是过多是不是 对都过多了 哦 它就是所谓的佛斑牙 嗯 对那因为佛化物这东西 小朋友一定吃牙膏 嗯 那吃下去它对于骨骼的发展 又会有影响 嗯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把这些 非必须要的成分 就都先拿掉 嗯 好 这还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说 呃他们的产品的概念 嗯 然后呢 重点就是改善口腔里面的 这个环境哦 让我们的唾液可以变得更健康 嗯 然后直接由唾液来保护我们的牙齿 对对对 那这些东西是安全的健康的 其实大家就可以比较方便的 来做每日的保养 所以那今天很谢谢 呃自在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也就是英特利静的酵素牙膏的 执行副总钟明文中副总来跟我们聊天 那呃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保护牙齿哦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真的要注意哦 因为呃不要觉得乳牙注掉没关系 很有关系 我跟你讲真的很有关系哦 你真的从乳牙就要开始注意哦 很多人说啊反正乳牙注掉都会换永久池啊 没有关系注光也就算哦 不是这样哦真的不是这样 所以呃从孩子小的时候呢 就让他们不要排斥刷牙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 谢谢钟副总 谢谢同文姐 也谢谢大家 希望今天礼拜二大家都可以过着顺心愉快 明天礼拜三 我们的生活同乐会同一时间 同文在这里跟大家再见哦 拜拜 拜拜 就爱点你 UFO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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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